嘘 內褲 期待最後一樣東西 開 啊 我覺得有點恐怖 大家好 我是KIDO 我是BOBO 今天啊 我們收到一個消息啊 聽說花園是有盲包對不對 沒錯 盲包就是 比如說網路上購物 結果沒有去取貨 然後被退回來的錢 新聞之前爆很大 其實我的美髮客人啊 之前就有跟我說過 高雄有一間倉庫 它全部都是在放這些東西 他們 會擺在花園夜市 也有可能是他們卻沒買過來 擺來花園夜市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算功課 好像也是算功課 網路上面是寫算功課 我其實也很想要買買台 我們今天決定實測給大家看 開一下盲包 我們現在就去出發 收購我們的盲包 我們現在來尋寶去 要100克40元 然後這邊有兩攤對不對 我們現在先選一攤 然後一攤的話由BOBO先選 我們看看到底可以挑中什麼 這一攤要花多少錢 它是秤功課的 所以我們就秤來之後才知道 那你要挑幾樣 大概一件衣服它就會玩 一件衣服就要600塊 600公克 600公克 那等於280耶 100公克等於40塊 240 你是不是有問題不是 哈哈哈哈 好啦那BOBO你就先挑這一件吧 你看能挑到什麼東西 好啊 好 GO 我裡面走我裡面挑啊 那個紅色一定是準的 對不對 形狀還蠻像的 有那種盒子包裝去保護的 比較有機會 感覺是什麼 那個 外桃子的邊 我選了三個 就是有一個比較大的 然後中的跟一個小的 我猜啦 摸起來很像 那個感覺是包包 摸起來 那這個呢 就是這樣 我們來秤秤看 看多少錢 180 我們剛剛買的這三樣東西 五百八十塊 那現在換我挑三樣對不對 對 那我們現在換的是另外一間 對 後面那一間 而且剛剛還有人 挑到那個 荒蜘蛛 還有LV 包包嗎 只是那個 我不知道真的挑的 對啊 竟然有直接這個 來 選看看喔 選看看喔 有重量耶 對啊 會不會開起來是一台iPhone 要不要拼拼看 好可愛 我挑了這兩個喔 我這兩個要530 然後我會挑這個原因是因為 它 我一摸就知道它是包包了 但是 因為它這個是包包 但是它沒有用泡棉包起來 代表是很便宜的 所以 失策 那我會買這個是因為 我咬的時候它不會晃來晃去 所以我感覺它有用泡棉 包的很好 對 包的很好 所以我在想應該是一個很貴重的東西吧 那買這個一定要買類似這種東西 買這個袋子的話 他們說是從大陸以外 好 OK 那我們現在就回家開箱給大家看吧 GO 其實喔 我們剛剛有聽到一個阿姨在旁邊有講一些話 她就說 你們可以拆一拆 然後看裡面什麼東西 如果不怎麼樣就是打封回去就好了 後來就發現 膠袋真的有被濕過耶 我覺得其實你要買到真的很貴的東西 應該是很難啊 可是就很像你在尋寶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我們是第一次買 如果說有買過有經驗的 我看他們都會挑這種袋子的 喔 因為這個袋子沒有辦法拆 它拆了就會整個都破壞掉 所以它叫破米 可是通常這種袋子不是衣服就是包包 像這種東西就覺得 不一定 就好像真的有被拆過的感覺 我們從最小的開始 OK 如果妳挑的好像是這一個對不對 應該說這個是老闆挑的 他直接給妳的啦 對 然後我們一看就知道覺得是手機殼 他在現場是可以直接開封的喔 嗯 我們想要回來看一下 是手機殼耶 我覺得這種東西現在近期就是很流行 大家一堆人在買 大家一堆人在買 你猜是什麼型號 絕對不是iPhone 大陸的 真的 而且重點是這個型號我沒有看過 桑花哥啊 那邊R17啊 如果有大陸的那個手機殼 想要直接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隨機抽一個送給他 小野貓咪沒有 手機殼 可是這個很便宜啊 這個好像80塊而已 通常都100塊以內 而且這個是從大陸寄過來的 那我們換下一個 其實我最好奇的是我這一個 我那時候買的時候 我就在那邊捏捏捏 我想 欸這個觸感是不是很像包包 其實它裡面好像又是一個盒子 真的 各位看 它裡面又是一個盒子啊 哇 靠 是鞋子 什麼鞋啊 鞋鞋 怎樣 下面留言 送他們 它裡面是毛的喔 這鞋子大概兩三百塊吧 我在想 台幣 我看一下幾號 是真的 39號是大鞋 39號 留言看你想要哪一個 對 然後我們就隨機抽 欸這個鞋子還不錯欸 你看它後面還可以打開 就會讓你這樣子套鞋子 我來穿穿看 你穿過我才要寄給人家 因為雪鞋裡面有毛 所以會 你的size會變小 我覺得這個很適合 38號的鞋子 喔 欸我覺得這雙不便宜欸 它上面這裡有豆腥 這裡有沒有看到 豆腥 有一點點 藍色的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誰要自己留言啊 天啊我光開這兩個我就有點失望了 換妳要開破壞袋了嗎 我猜這個是衣服 到底是什麼 這什麼東西 是內衣欸 我們剛剛不是想說我們挑到就是衣服 然後如果看什麼衣服都要穿到身上 這個不行了 全部都內衣欸 腰胸 我買到情緒包 欸一包有兩個欸 它買了好多次喔 打開看看 內衣看 第一吧 是我的size 是我的size 啊 我們開到了六件內衣 然後重點是呢 它是全部是同一系列 只是不同顏色 所以它這個系列買了六個顏色 所以它這個系列買了六個顏色 一套內衣就算最便宜也差不多要兩三百吧 就是質感會比較不好 其實你是賺欸 誰要喔 那個自己留言 有人會想要嗎 我們開了這些東西 那你們就留言說你們想要什麼 如果真的抽到你們 我們就看你留什麼 我們就寄什麼給你這樣子 換我的啦 這個包的那麼好 內褲 內褲 這花花哥啊 衣服 這什麼衣服啊 這什麼衣服啊 拿上 整套的 整套 喔 就整套衣服這樣 好爛喔 我懂它不靈活的理由了 我花了五百塊就 這真的還蠻有趣的 就很像你開箱 哇靠什麼都沒了 怎麼是這個東西 啊如果真的賺到你就會覺得 很好 嗯 我現在學了一個經驗 各位 我們這種盒子的 搖一搖沒有聲音 表示它有可能是衣服啊 對 其實剛剛有一個老闆 跟我們說那個 藏藏 寬寬的 它很重 然後 他說大概五百塊 他說那個熱膏要一千多塊吧 所以這真的是盲選 換最後一個 然後呢 期待最後一樣東西 這個被拆過耶 然後不是打獎 欸 所以你應該不用期待它是不是打獎 來囉 開 頭髮 真的欸 是頭髮 頭髮欸 然後我覺得有點恐怖 它是假髮啦 總共有 一二 四個假髮 它是一滴假髮 如果這個假髮如果是真的 要上萬 可是我剛有看到盒子它寫一千多 一千多嗎 一千多嗎 那這個算是便宜戶 應該是禿頭的人買的啦 禿頭的人才會買這個東西 怎麼樣有失望嗎 看到頭髮這個這麼恐怖 為什麼 看到這個整個臉變了 剛剛打開看到你會全部黑黑的 然後有一坨 好怕喔 有一坨一坨的 欸各位如果說你們有那個 禿頭需求 要這種假髮的話 我可以留言說講 你們知道假髮一頂你們真的要戴的話 如果好一點的 算會 然後如果說比較便宜一點 至少要好幾千 看到這個算賺 對 光這個假髮就賺了 就把我們成本都轉 沒錯 如果有需要用到 或者是你們可能有表演啊 需要用到的話 對 可以抽 對 就留言說你要 你要抽假髮 我們就全部統統衝出去 我覺得內衣也是有綜合量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買過內衣 我只知道性感內衣要一千多塊 沒有買過 沒有啊 好啦各位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的 開箱 盲包 最近新聞真的爆得很大 然後我們決定這一次就是剛好 我在花園夜市有看到 有兩攤在賣 我們其實在現場上也有看到 有人看到真的很好的東西啊 黃金不太可能是因為 誰會上網去買個黃金 然後你什麼實體都沒有看到 對啊 那是不可能啊 但是我知道的是 BOBO跳的那一家 那個老闆很會賣 他會幫你選 他會幫你選 真的比較會賣 那第二家的話 我覺得他們的東西 比較沒有那麼吸引力啊 我比較喜歡第一家的感覺 因為第一家太多那種 白色的那個包裝 而且什麼形狀都有 我就會很想認真的去 摸一下到底是什麼 我們下次可以再拍一次 如果各位還想要繼續看我們 開箱龍蟒包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這一次挑選有 刻意挑不一樣的形狀 跟不一樣的包裝 看裡面到底是什麼 嗯 我們下次就認真挑 我們想要的包團吧 然後這些東西以外 還有六件內衣 其實都抽獎給大家 那記得訂閱分享 底下留言你想要什麼東西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那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幫我按個喜歡 謝謝大家 希望大家多留言喔 我們才知道我們下一次要開什麼 掰掰 那個內衣打開來 那我真的不知道要講什麼 好不好 因為還好因為女生 開始 但因為男生 啊就像你看到這個 你也不知道要講什麼 一樣的道理啊 我們兩個想 完全不知道裡面是什麼 然後打開你就會 意外 很傻眼 超傻眼 不知道到底是什麼 他怎麼會 是 是 是